他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捍衛捷克的民主制度至關重要 他不惜犧牲生命 並證實4月初以來接受警方保護 還發現被人跟蹤 布拉格最近移出一座 蘇聯共產黨將軍雕像 許多捷克人認為那是壓迫的象徵 而且一些東歐國家 近年來也加速區共化的進程 捷克總統立場親中共 但赫瑞普立場支持民主台灣 取消與北京的姊妹式關係 他曾表示 絕對不能接受強摘器官 世界必須非常強烈回應